聖誕節特別小新聞 因為世界和平其實是好的 在這裏 一個很熟的面孔 但是講人緣又一般 這位英國的帝王 英國國王在第一次聖誕演講中 查理斯向他最愛的媽媽呂王致敬 查理斯在異故君主去世之後 首次向國家發表講話 感謝祝福 向他的家人表達愛和同情 今年早些時候 查理斯國王在他媽媽英女王去世後 發表了他首次聖誕演講 在預先錄製的信息當中 他向英女王伊麗莎巴 女王陛下致敬 更加感謝公眾的良好祝願 查理斯還對努力 對持續的生活成本危機的人們表示同情 這個是自1951年 英王喬治六世發表講話以來 首次有男性君主發表講話 簡短而心情在他提到英女王 流於雙感 在聖誕節期間 祝願所有的人 平安和健康幸福 是每一個作為政治人物 或者國王都應該有這種態度 那當然 在這裡最重要不要有H&M 就是說哈里和梅根 兩個出來獻世 其實很可悲 但是我覺得查理斯國王應該和他兩個劃清界線 因為這兩個人其實就是英國王室的負資產 也都應該果斷 而至於英女王 我相信他在天上一定會保佑英國人民 此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動比賽 大Viuand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